戴河游行是从下午 昨天下午登场的 那么民众占领火车站前的中校西路 持续的静坐或者是躺下 发起不合作运动 现场大约是涌近两万人 瘫痪了中校西路 原本警方在游行前将中校西路 分隔出快车道和慢车道 希望游行群众不要影响到车辆通行 不过呢 反合群众迅速突破警方的警戒线 全面占领 民众不断涌路 一个车道满满的还不够 两个车道 三个车道 甚至直接坐下霸占马路 民众迅速突破警方人墙 反合决心挡也挡不住 在下午4点10分正式宣告 占领火车站前马路 占领火车站前马路 反合团体号召五万人 下午走上街头来表达废核诉求 成功霸占 中校西路火车站路段之后 模拟何载演练 大家坐下甚至躺下 而反合团体表示 他们只是瘫痪火车站前的马路 就让附近交通大打击 在他们抵达之旗沿 就有轿车在火车站旁追撞 虽然民众立刻的下车 意外及时处理完毕 不过他们也表示 如果真的发生核灾 台北地区八百万人哪里逃 从下午4点钟开始 可以看到民众把整个马路挤得满满满 让原本火车站前的中校西路 原本是人潮车潮 川流不息的地方 全面瘫痪 而霸占马路的废核游行 什么时候结束 主办单位一度扬言要到星期二 也就是立法院开院会的那一天 要迫使立法院通过公投特别条例 甚至希望达到庭建核四的诉求 而民进党也提出公投同一票数 必须达到公民总数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必须要将近有五百万人 投下同一票 赞成这个特别的公投的 这种议题的人 那他会出来投票 就是希望更多人关注核四议题 而在野党希望下个星期 立法院能够通过公投特别条例 而霸占马路要到什么时候 还得想出解决之道 记者陈下王明雄台北报道